字幕 znaczy视频 大家好,我是Evonne 早一言就来到了2020年 然后要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官众朋友们 也是因为有你们呢 所以我的频道才会越做越好 那今年2020年呢 那當然也是希望可以越來越好啦 也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多人的喜歡還有支持 今天影片的主題呢就是 2019的雷品大集合 在我身上發生的一些雷品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是會拍2019的年度最愛 好啦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求很低的原因 我的雷品真的是少到少之又少 還是我這一年有用到不好用的東西 我堆掉了 完全沒有印象耶 然後我現在找回去我覺得很雷的東西的時候 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好我們先說一下保養品雷的部分 保養品雷的部分呢 首先是這一個 Secret Key的 Hydro Gel Eye & Cheek Patch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長這樣子一片片 然後它是愛心的 它上去很可愛 這個其實它說的那個功效呢 就是可以讓你局部的保濕 就是可能你覺得這裡今天很乾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膜這樣子貼上去 它是很可愛啦 可是我覺得它完全沒有做到 它講的那個Hydrating 它說的那個保濕 我覺得完全就是 而且它這個東西非常的薄 那它怎樣說它是眼膜呢 其實你這樣子把它剝開 它這樣子就是兩片眼膜 在我身上完全沒有效果耶 就是它不會讓到你的臉 會有更好的氣色 還是會舒緩 還是會保濕 就是不行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太行 那我現在先講明哦 不適合我用的東西呢 也不代表不適合大家 就可能這個產品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臉上呢 是沒有感覺 是不好用的 可是不代表 你們也用到不好用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個 它是非常非常火 然後幾乎在網上是 接近零差瓶的 就是它了 Lanish的Sleeping Mask 這一款 這一款大家應該都非常的不陌生 一個睡眠面膜 裡面是藍色的 其實我已經用了半罐了 為什麼它不好用呢 因為我每一次敷它之後 就是晚上 睡覺前敷它 然後隔天醒來 它的確是有 它講的那個效果 就是敷了起來呢 整個臉會非常非常的水潤 然後水分非常的充足飽滿 這個是它真的是有做到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這一點 可是它不好的是呢 它會令到我的臉呢 會生痘痘 會生一顆一顆的東西 可能我是比較敏感性 跟 有一點 痘痘肌 所以它可能這個成分裡面呢 有一些太滋潤的東西 會弄到我生痘痘 它沒有到完全雷啦 可是真的不適合我用 因為 其實我都已經try了它半罐了 我就一直不相信 是不是這個東西弄到我生痘痘 實驗多次證明 就是真的是它弄到我的臉會生那種 顆粒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是乾性肌膚的話 這一個 非常非常的好 好 接下來的保養品呢 就是 面膜 這個面膜也是最近非常的紅 也是來自 韓國的 JM Solution 其實它的這個牌子的面膜呢 都很好 就是這一片 因為我用它的這一個啊 Honey的 很好用 可是這一個呢 它是珍珠面膜 然後它就是有 Step 1 Step 2 跟Step 3 Step 1就是它的 Essence 敷了面膜 敷了面膜後呢 你就可以查它的這個 Face and Eye Cream 它發現了 跟剛剛那個面膜一樣的事情 就是會導致我的臉上 一些小小的顆粒 它講的這個 Deep Moisture 我覺得 它這個功效 沒有發揮到 它的這個 Eye Cream Face and Eye Cream 我覺得很厚重 很濃稠 看到嗎 而且它擦上臉呢 是很厚重的 就感覺有一層東西 可能這個面膜真的不適合我吧 但是 它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 Honey的 就 超好用 好 最後一個 保養品呢 就是這一罐小小罐的 護唇膏 然後這個護唇膏呢 我是那時候在澳門買的 然後它就是長得很可愛 然後它就是長得很可愛 然後它就是長得像蜜糖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是蜜糖在嘴唇的感覺很好 然後我就買來Try 它裡面是這樣子的 它的名字其實是寫 Royal Jelly Lick Jam 然後它的那個 Texture就是 哎我真的很不喜歡 要用手去弄它 真的很像蜜糖的感覺 我覺得它 塗在嘴唇上呢 真的是很黏耶 它就是這樣 它的味道 Everything是ok的 我就是不喜歡它的 Texture 塗了一層上去 在你的嘴巴之後呢 除了你這樣子的黏 然後整個會很黏之外 其實它那個滋潤嘴唇的效果呢 是沒有很好 它就是感覺就是 你擦了一層很黏的東西 然後隔著你的嘴唇 就這樣子而已 好我剛剛去洗手 然後現在整個手都是那種粗粗的感覺 好接下來就是 到化妝品雷品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 這一個 腮紅膏 這一個Perry Pera的Velvet腮紅膏 然後它的顏色其實是非常的漂亮 我那時候在莎莎買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哇這個 就是土土的那種豆莎色腮紅 是我的最愛耶 然後我就擦下手 哇顏色好漂亮喔 然後我就回家用 用一兩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奇怪 是不是我的底妝有問題還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腮紅每一次我擦了 然後出去一下子爆 就沒有腮紅了 它就會消失不見 我的腮紅就會沒有 然後已經try了它很多很多次 我已經給了它無數無數的機會 它還是非常的不持久 有一點浪費 它的顏色很漂亮 可是它就是非常的不持久 你們看喔 剛剛我抹的那個腮紅呢 你看 它要消失了 看到嗎 快不見了 它就是會很容易讓皮膚吃掉它的這個顏色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Essence的打亮 Mermaid Highlighter 裡面呢就是有很多這種色彩繽紛的顏色 然後那時候買的時候呢 我覺得欸很特別耶 然後它是一個色彩繽紛的highlighter 然後我就被它的這個包裝騙了 幾乎是零的一個highlighter 它就是你看我剛剛一直在那邊抹 我很用力的刷刷刷刷刷刷 然後 我覺得啦 這個不適合黃皮膚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偏黃的皮膚嘛 然後它整個這個顏色呢 就是已經偏黃了 所以它在我的臉上呢 是幾乎不太看得到的顏色 好 現在剩下最後兩個的化妝品了 這一個呢 一點點沒有expect到它會是這樣子 就是 Etio House的Poly Color Eye Palette 然後這個是包圍的 它裡面的配色呢 其實講真是非常的漂亮的 只是我覺得呢 它這些顏色裡面呢 有很多其實都差不多一樣的顏色 就是有很多是接近的 你們看這一格跟這一格 我刷給你們看 這兩個顏色喔 看到嗎 就幾乎是一樣耶 兩個幾乎也是差不多一樣啊 可是我看不出這個分別在哪裡耶 我覺得這一盤呢 它的顯色度啊 實用度呢 everything是ok的 就只是它的那個顏色有很多的重複 就覺得有一點浪費這樣子 所以這一盤呢 就沒有很雷啦 只是因為我對它的expect很高 然後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 Etio House他們家的眼影嘛 然後就只是這個的配色就是覺得有一點太多 咦 這麼我抬上去跟這個顏色 跟剛剛那個顏色一樣呢 就是有這種困擾 就有一點小失望而已 所以它也沒有到很累 接下來呢 就是要講的這兩款唇膏呢 也是Etio House的 這一款唇膏呢 是Matte的質地啦 這個Matte的質地呢 它非常的乾 它會乾到你覺得那個嘴唇有一點緊繃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死皮 然後開始脫皮 這個我真的也是給過它很多的機會 我真的覺得它不行耶 現在看上去是感覺蠻滋潤的 等它乾了之後它變Matte之後呢 然後你就會feel到它你的嘴唇越來越緊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2019的雷品大集合 其實講多其實真的沒有很多 而且呢每一個都沒有到太雷啦 只是不適合我的皮膚而已 好啦謝謝大家看完我分享 這個2019的雷品大集合 那下一個影片呢就是我2019的年度最愛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守住我的YouTube Channel咯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